小哥 你好 好 你好 小哥小小猫 这你是单身吗 我单身 忙不忙 不忙 不忙 不忙告诉我喜欢什么 我比较喜欢高冷饭的一样 高冷的 对 那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如果有时间的话 来一个小约会怎么样 可以啊 一个人吗 是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单身的 你今天有没有顺序 跟小哥来一个小约会 可以 小哥也带过来了 可以先打个招呼对不对 我叫小程 小姐是单身三个多月 小哥是大半年的样子 现在给你们两个 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 半段练前是为什么分手 如果说开始一个新的练前 最不希望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还有就是 追到手之后是不一样的 每天跟我说叫安 晚安 然后我们要吃什么都追不来 到后期就是 每天就是打游戏 我自己带忙 我不太喜欢特别碾个碗 但是稍微粘一点还是可以的 不然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存在感 可能像方刚才说的那样的 打游戏男生会比较炸吧 但像我这种 摩羯座男生 比较不信 但是也能做 我觉得女生跳的 真的很多一点都不多 只是说 就是想让你多抽一些 十佳的陪陪我 做的 其实很有一定道理的 我觉得一个男生 如果真正喜欢做准备的话 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可能我在爱情中 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敬人的地方 所以说 我还是太好吃 不好意思 就先走了 他不太喜欢那种 小奶狗类型的吧 然后呢 我就觉得不管你 粘不粘人 反正两个人谈恋爱的话 都要给对方安全感 对不对 反正也没关系 再找找看吧 希望你能找到 就是符合你想要的那种 意见类型的 好吧 好 拜拜 拜拜